乌军苏凯25战斗机已经克服技术障碍 挂上每日的阻尼火箭 打击乌军的地面目标 同时地面部队也开着爆二坦克 火力压制乌军的壕沟网路 乌军前线士兵提高警觉 因为乌军的无人机神出鬼没 好险这架无人机撞歪了 乌军现在心急乱打一通 因为乌军已经打到马林卡郊外 距离占领区的大城市 盾内刺客只剩20多公里 乌军还警告 俄军在扎波罗热不寻常的大撤退 很可能就是要准备 炸毁核电厂制造核灾 同时他们也告诉来访的 美国CIA局长伯恩斯说 收复领土决心不会动摇 只是现在要倒大美的可能是瓦格纳领袖 普利格金还有他传闻中的支持者 末日将军苏洛维京 乌军情报指出 俄国安局FSB对两人下了格杀令 只是俄军表面上还是撤销了 对普利格金的所有指控 这名异议人士当初在网络上 不过骂了普京政府 就被迫流亡挪威 永远回不了家 对照普利格金的下场 他心死大骂 窃钩者猪 窃国者猴 提议选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